忠实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 今天要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编程》 《编程》是著名作家沈从文的代表作,发表于1934年 它曾经名列《亚洲周刊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第二名 排名仅次于鲁迅的呐喊 学者们盛赞,它是中国现代文学木戈传统的顶峰之作 继阿Q正传之后重塑了中国形象 沈从文动笔写《编程》的时候是1933年 他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那一年他在文坛展露头角,刚刚和张兆和结婚 朋友巴金来北京,住在他的家里 友情、爱情、事业、青春,所有的幸福都聚集在那个时刻 那时候他让巴金在书房里写作 自己在院子里的槐树和枣树下放一张小方桌 一边让阳光洒在纸上,一边把自己的梦写在纸上 沈从文说,我准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年复的诗 这首诗就是《编程》 沈从文没有明说编程故事发生的时间 从情节推断的应该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故事 在四川和湖南交界,靠近山城茶洞的地方有一条小溪 溪边有一座白塔,一条渡船 白塔下面住了一户人家 这家只有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和一条黄狗 老人看守渡船,女孩子是她的外孙女,名字叫翠翠 老人是翠翠的外公,但是因为翠翠只有这一个亲人 所以她把老人叫做爷爷 翠翠的母亲长得很美,擅长唱歌 17年前,她和茶洞的一个年轻的屯房军人 发生了私情,怀了孕 两个人相约自杀 军人首先服了毒 翠翠的母亲生下孩子之后,也自杀了 老船夫把孤儿抚养成人 这个孤儿就是翠翠 翠翠长得非常美丽动人 她像一头小鹿 体肤黑,眉毛长,眼睛大 性格活泼又乖巧 从来不想残忍的事情 不发愁也不生气 如果被陌生人注意到 她就做出一副随时可以逃到深山里的神态 但明白对方没有恶意之后 她就恢复从容 高高兴兴地在水边玩耍 翠翠和爷爷的生活简单而安静 每天和尽职尽责的黄狗一起 用渡船接送两岸往返的客人 风和日丽的天气 无人过度地闲暇时光 爷爷和翠翠就坐在门口的大岩石上晒太阳 把一段木头从高处扔到水里 让黄狗跳下去把木头掀回来 翠翠和黄狗一起张着耳朵听爷爷讲故事 他们还把小竹子做成笛子 放在嘴边吹曲子 显来没事的时候啊 翠翠自己会学牛叫学羊叫 摘了野花插在头上 假装是新娘子 从爷爷和翠翠生活的小夕再往前走一里路 就是茶洞 也就是本书题目中的编程 茶洞在苗宇中的意思是 汉人居住的小块平地 这个地方在今天的湖南省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园县 茶洞景色宜人 驻扎着军队 还有大概500户人家 这里虽然是湘西和川东的商业交易地 可是生活和平安静 风俗淳朴简单 这里的人重义清丽 诚实守信 过着一种正直而朴素的生活 茶洞城里掌管水码头的船总叫顺顺 他慷慨大方 急功好义 所以受人尊敬 顺顺有两个儿子 老大叫天宝 18岁 性情豪放豁达 粗鲁爽直 老二叫挪颂 16岁 相貌俊秀 性格沉稳 这两兄弟从小家教严格 所以长大之后 身体结实得像老虎 性格却又和气亲切 不交不拓 和父亲一样 在茶洞一带 受到大家的尊敬和喜爱 人们就亲切地 把这两兄弟称作大老和二老 这是湘西的方言 意思是老大和老二 天宝和挪颂的名字 是有讲究的 湘西人对天很敬畏 把老大取名天宝 显然是要向老天 讨一份庇护 而老二的名字 意思是挪神送来的孩子 挪是历史悠久的原始文化 挪神在湘西 是最受人尊敬的神灵 茶洞的生活很平静 所以每一个节日都是盛事 端午节到了 人人高兴 因为端午节 有赛龙舟的活动 结实地像牛犊的小伙子 划着披红挂彩的龙舟 鞭炮鼓声震天 两岸呐喊声震震 是少有的热闹 端午节对翠翠 有特别的意义 因为在端午节 她见到了挪颂和天宝 这两个青年也都喜欢上了她 事情是这样的 两年前 爷爷和十三岁的翠翠 进城看龙舟 因为爷爷惦记着渡船 把翠翠和黄狗留在河边 自己掀回去了 天黑了 在河边等得又急又怕的翠翠 遇到了挪颂 挪颂好心邀请翠翠 去自己家等爷爷 翠翠却误会 挪颂对自己轻薄骂了她 挪颂没有生气 却派家里的伙计 把翠翠送回家 翠翠从伙计嘴里得知 自己骂的是茶栋 人人喜欢的美少年挪颂 不由得又吃惊又害羞 从此心里对挪颂 有了一份甜美而朦胧的牵挂 第二年 翠翠和爷爷又去茶栋看龙舟 她心里盼着能见到挪颂 不巧的是 这一年挪颂在外地没回家 翠翠见到了挪颂的哥哥天宝 天宝见到美丽的翠翠也喜欢上了她 今年翠翠15岁了 按照当地的风俗可以当新娘子了 但是她的婚事是爷爷的心病 爷爷是一个善良倔强的老人 性格硬朗 他虽然从来不怨天尤人 但多年来对女儿的悲剧 却总是不能忘记 茶栋的乡下人觉得 死亡是一个善良的人 劳苦一生之后的休息 爷爷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可是呢 她还不能放心地等待休息 她还有最后一桩心事 翠翠还没有好着落呢 当年呢 翠翠年轻美丽的母亲 就是因为婚事不顺心走上了绝路 所以爷爷特别希望翠翠幸福 天宝和挪颂先后亲自到爷爷那里打探口风 爷爷知道这两兄弟都喜欢翠翠 觉得又愁又喜 喜的是呢 这两兄弟有一等一的家世和人才 愁的是啊 自己不知道翠翠的心意 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照顾好翠翠 爷爷不敢替翠翠做主 所以呢 态度显得寒寒混混 看到爷爷没有反对 天宝和挪颂分别开始行动 段午节到了 挪颂邀请爷爷和翠翠到自己家看龙舟 翠翠本来就牵挂着这个俊美热情又体贴的年轻人 所以高高兴兴地去了茶洞 可是到了挪颂家里啊 翠翠发现自己有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王湘绅的女儿 王湘绅在大河边有一座促心的碾房 自己又兼任团总 团总呢 就是地主武装组织的头目 所以啊 这家人可以说是有钱有势 王湘绅也看中了挪颂 派人来求亲 翠翠在看龙舟的时候 偶然听到别人说闲话 说挪颂喜欢一个称渡船的姑娘 听了这些话 翠翠的心里面充满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 事情是明显的 如果挪颂选团总的女儿 就可以继承碾房 过上衣食不愁的生活 而选自己只能两手空空 继承一条破破烂烂的渡船 同一天呢 天保托人给爷爷递话 表达了想跟翠翠结亲的愿望 爷爷给天保指了两条路 一条是车路 也就是说由父亲做主 请没人来正式提亲 一条呢 是马路 由天保自己做主 站在渡口对面的高崖上 为翠翠唱三年六个月的歌 爷爷说啊 车路也好 马路也罢 亲事能不能成 一切由翠翠自己做主 很快 顺顺请了人正式上门提亲 爷爷对没人说 要问问翠翠的主意 其实呢 爷爷对天保是没有意见的 正如他说的那样 每一只船总要有个码头 每一只雀得有个磕 能嫁给家里有钱 人又正直慷慨的天保 算是命好 可是翠翠不一样 知道天保来提亲 他的心里乱乱的 他不讨厌天保 可是呢 他喜欢的是挪颂 虽然挪颂对自己的喜爱 已经成了小范围的公开秘密 可是这份尚未挑明的 朦胧情感 能敌得过王乡身 能提供的优越生活吗 这时候 天保和挪颂知道了 彼此的心事 他们兄弟感情深厚 不愿意动刀子 用武力争夺 可是呢 谁也不想慷慨成让 挪颂想了一个主意 两个人在夜里的时候 一起到西边 被月光照着的悬崖上 轮流给翠翠唱歌 谁的歌声得到翠翠的回答 谁就可以取翠翠 唱歌是本地人的风气 翠翠的父母 就是因为唱歌 而私定的终身 这的确是一个公平的办法 那一夜 西边的悬崖上 响起了歌声 这歌声又软又缠绵 翠翠在梦中 她的灵魂 被这种美妙的歌声 扶起来 轻轻地飘着 上了白塔 下了菜园 到了船上 又飞过对面的悬崖半腰 去摘胡尔草 翠翠在歌声中 迷迷糊糊地睡着 以为自己做了一个 最美最甜的梦 可是爷爷醒着 他张着耳朵 听了半夜的歌 爷爷以为 歌声的来源是天宝 他以为是天宝太喜欢翠翠了 所以又走车路 又走马路 爷爷没有想到的是 那一晚 天宝根本就没有唱歌 天宝和挪颂 一起爬上了悬崖 因为天宝提亲 占了先机 所以他坚持要挪颂先唱 挪颂一开口 天宝就知道 自己没希望了 他在唱歌上 不是弟弟的对手 所以天宝始终没有开口 一晚上的歌 全是挪颂唱的 两个人回家之后 伤心失落的天宝 决定驾着家里的新船下水 远远离开茶洞 忘记这一切 七月八月 是天上有流星的日子 爷爷说 人也会在七月八月死去 爷爷一语成衬 天宝坐船去成辰州 在途中落水出了事 尸骨无存 听到噩耗之后 爷爷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去了茶洞城里 见到了正要出发 去找哥哥尸体的挪颂 爷爷内心有许多话 到了嘴边 却僵硬笨拙地变成了 二老 听人说 那碾房将来是归你的 归了你 派我来守碾子行不行 在挪颂 马上要出远门 处理哥哥丧事的时刻 爷爷谈到了他的婚事 说他要继承的财产 甚至还想给自己讨一个工作 是不是太不尽人情了 其实呢 爷爷这句话和翠翠大有关系 天宝死了 挪送有别人来求亲 爷爷想到 翠翠不可知的未来 千言万语堵在心口 却在仓促中 找了一个最容易被人误解的方式表达了出来 这个时候呢 其实爷爷已经完全顾不了该有的礼节和周到了 他在慌乱和无措中说的这句话 并不是说他真的想去当一个守着碾子的长弓伙计 他只是想讨要挪送的一句回答 我不会接受碾房 可是那个时候 挪送正在伤心中 所以他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 其实呢 顺顺父子是明白老船夫心思的 但天宝去世的这个阴影无法抹去 而且呢 爷爷从来不给个准话 这个姿态在他们看起来啊 多少呢 有点像是在耍弄手腕 所以呢 挪送的亲事暂时搁置了一阵子 不久啊 王香参又派人来问 挪送在父亲和梅人面前坦白承认 自己放不下翠翠 梅人是一个心中有分寸的人 眼看着翠翠祖孙成了王香参的障碍 他转身就去骗爷爷说 顺顺父子同意了这场婚事 还落井下石地说 一切皆是命 半点不由人 可怜顺顺家那个大佬 相貌一表堂堂 会淹死在水里 梅人是本书中唯一的负面角色 他说的话很有精良 也很有技巧 首先呢 他说挪送选择了碾房 而不是渡船 因为渡船是活动的 不如碾房固定 虽然挪送根本没有这样说 但是在外人听起来呢 这种选择合情合理 其次啊 梅人说 翠翠的悲剧是天注定 人力所不能挽回 暗示爷爷 不要再妄想了 这番话太尖锐 也太沉重 受到打击的爷爷 病了 过了几天 他稍微有点好转 不顾身体 挣扎着去茶洞城里 找顺顺 爷爷不知道的是啊 顺顺家里因为婚事 已经吵闹了一阵 顺顺不愿意 间接害死大儿子的女孩子 做二儿子的媳妇 挪送呢想着哥哥的死啊 想着自己得不到脆脆的理会 又被逼着接受不称心的婚事 赌气离家 坐船去了桃园县 顺顺见到爷爷之后呢 态度很冷淡 没有告诉他这些事 反而让爷爷啊 不要再操心孩子们的婚事 他的态度让爷爷误会了 以为顺顺要和王乡身 结成亲家 好像挨了一记闷泉 天宝死了 挪送和翠翠无缘 爷爷一直小心谨慎地 呵护翠翠 想让他有一段 称心如意的美好姻缘 这个心愿 眼看要成泡影 翠翠的命运 将走向何方 十六年前 女儿的悲剧 又沉沉地浮了上来 爷爷面色凄惨地 回到了翠翠身边 当天晚上 下了大雨 响了大雷 第二天早上 翠翠醒来之后 发现 渡船被冲走了 菜园被毁了 屋后的白塔倒了 爷爷 已经默默地 死在了雷雨夜里 爷爷去世了 整个边城都行动了起来 人们撑来了一只新渡船 爷爷的老朋友 赶过来处理丧事 顺顺也带着米 酒和猪肉来看翠翠 还派了两个伙计来帮忙 爷爷在大家的安排下 躺在一幅薄木棺材里 下了葬 半年之后 经过大家集资 白塔又重新修好了 翠翠接替爷爷的工作 独自在西边 看守着渡船和爷爷的坟墓 她在静静地等着挪送 那个在月下唱歌 把翠翠灵魂 轻轻浮起来的年轻人 还没有回来 她会回来吗 没有人知道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 也许明天回来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么一个简单的故事 一个开放式的结尾 为什么可以成为 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呢 首先 编程的文字非常漂亮 汪曾祺曾经说过 编程的语言 是沈从文盛年的语言 最好的语言 这时期的语言 每一句都饱满 充满水分酸甜和度 像一栏心斋的烟台玛瑙樱桃 沈从文的语言轻心动人 既能大断渲染 营造出完整的山水图卷 也能寥寥几笔 勾勒出无穷的意境 举个例子 沈从文这样描写编程 两岸多高山 山中多可以造纸的细竹 常年做深脆颜色 逼人眼目 浸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 春天时只需注意 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 凡有人家处必可孤久 夏天则亮晒在日光下 耀眼的紫花布衣裤 可以作为人家所在的旗帜 秋冬来时 房屋在悬崖上的 冰水的无不朗然入目 有洞有静 有山有水有人家 这是多么美丽的 一幅山水图卷 再比如呢 沈从文很擅长写水 翠翠身边的那条小溪 在不同的场景下 随着翠翠的情绪变化 景色也不同 翠翠情斗未开的时候 有一次啊 他在雨中自己守着渡船 沈从文说 雨落个不止 溪面一片烟 这幅美丽而空洞的画面 这种孤独寂静的感觉 和翠翠内心的迷茫相呼应 后来呢 翠翠在梦中听到挪颂唱的歌 初步感受到了情爱的猛动 翠翠看溪水的时候呢 溪水悄悄地变了 沈从文这么写 月光极其柔和 溪面浮着一层薄薄白雾 这时节对溪若有人唱歌 隔溪应鹤实在太美丽了 这个时候因为翠翠的心中有了人 所以呢 溪水边也对应的有了人的位置 翠翠希望此情此景之下 有人在溢水之隔的地方唱歌 除了语言优美 编程的人物塑造也非常成功 沈从文写人物的时候啊 不做评判 也很少有心理活动的描写 最多说一句 老船夫心中大不快乐 他让人物自发自然地活动 把背后的意思留给读者去体会 举个例子啊 天保呢 托人跟爷爷提亲的时候 爷爷给了两条路让天保选择 一条是由父亲做主 请媒人来谈 这叫车路 另外一条呢 是站在悬崖上 给翠翠唱三年六个月的歌 这叫马路 顺顺的两个儿子 是编成多少人家心目中的理想女婿 有这样的青年来求婚 是天上掉下来的好事 为什么爷爷没有马上答应 却给了两条路呢 爷爷到底怎么想的呢 沈从文在这里留了白 答案其实非常简单 因为爷爷爱翠翠 爷爷很穷 但他不愿意把孙女的幸福 作为致富的筹码 他内心更希望 有一个青年用真诚的爱 漫长的等待和美丽的歌声 去打动翠翠 爷爷内心是希望天保去走马路的 因为只有得来的不容易 才会更加珍惜 才能保证翠翠一辈子的幸福 编程生动的人物形象 还体现在个性十足的话语上 比如说顺顺慷慨忠厚 豪爽正直 这怎么体现呢 一句话就可以 天保死讯传开之后 爷爷赶去了顺顺家里 顺顺在遭遇了人生重创之际 第一眼看到老船夫的时候 既没有诉说自己的悲痛 也没有责备老船夫 反而说老伯伯 我们谈的那件事情吹了吧 天保大佬已经坏了 你知道了吧 在经历丧子之痛的时候 还克制自己 从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 首先平静地讲明 求婚的失效 这是一个民间豪杰 天然的慷慨和气度 除了语言和人物塑造 编程最大的成就 是他反映了沈从文对命运 人性历史和社会的深刻体悟 沈从文这样概括编程 一切充满了善 充满了完美高尚的希望 然而到处是不凑巧 所以编程是一出悲剧 他说的是美好的事情 因为命运的无情 而导致的阴差阳错 这是沈从文对于命运的观察和体悟 李建吾曾经评论说 编程里的人物全都很善良 可是他们本身却含有悲剧的成分 这种悲哀是他们与生俱来的 是来自命运 正因为善良 才更让人感受到悲哀的分量 沈从文说 编程众多的评论中 只有李建吾看出了这点悲哀 不过呢 沈从文并没有沉溺于悲哀 也没有被悲哀所压倒 他一直努力在作品中 发掘美和善的力量 特别是人性美 在谈编程创作的时候 沈从文曾经说 我想造一座希腊小庙 里面供奉着人性 编程这座小庙中 一切都充满着善 每个人都淳朴 爱着人也渴望被爱 充满着纯粹的人性美 甚至在很多时候呢 人物的个性过于美好 显得有点简单 比如啊 顺顺慷慨宽厚 天宝呢 善良爽快 挪颂热情洋溢 脆脆乖巧 爷爷硬朗 甚至啊 普普通通的过客 都那么美好 纯粮 即使是王湘身派来的媒人 也不能说是 纯粹的反派和坏蛋 他对爷爷的说谎呢 只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任务 从这一点来说 媒人啊 甚至还可以说 是一个靠谱的人 所以呢 这就是沈从文的态度 他从悲剧中挣脱出来 没有让悲剧 成为一种叫人绝望的东西 在编程中 翠翠的父母很悲剧 但是翠翠和爷爷的生活 田净美好 顺顺呢 对待爷爷冷淡 导致了爷爷去世 可是他又妥善安排爷爷的后事 关照翠翠 翠翠的爱情很悲剧 可是呢 沈从文借书中人 给翠翠送来了新渡船 修好了白塔 还给翠翠和读者 留下了一点不灭的希望 挪颂也许永远不回来了 也许明天回来 人性的美好 让人读了之后 得到心灵的净化 感到长久的感动和奋进的力量 除了对个体命运和人性的思考之外呢 沈从文在编程中 还放入了对人类命运的思考 本书创作开始不久 因为母亲病重 沈从文暂停写作回乡西看望母亲 在这趟旅程中 沈从文搭乘一艘小船 在天地之间漂流 思考了许多人生 历史和社会的问题 这些信后来结集成了乡形书简 这趟返乡的旅程中 沈从文静静地看着山间的夕阳 水底的圆石头 拉船的人 破烂的船板 以及水里的石头和沙子 思索着世界的真相和生活的意义 他给张兆和写信说 历史像一条长河一样 日夜不停地奔腾而去 千百年间 人们活得琐碎庄严而又忠实 即使经历辛苦和艰难 也依然哭着笑着吃着喝着 沈从文觉得 人这样努力地尽本分地活着 本身就是意义和价值 洞悉到这个道理 沈从文一下子大彻大悟起来 他说 这时节我软弱得很 因为我爱了世界 爱了人类 这段话可以说是沈从文 对这个世界的情书 他爱着古往今来 真实而努力活着的人们 也爱着人们生活着的这片土地 在沈从文看来 历史是一条不可阻隔 不会停止的河流 在变动和忧患中 琐碎庄严又忠实地活着的普通小人物 是他关注的对象 这趟湘西之旅非常重要 他启发的思考 对沈从文文学创作有深远的影响 最直接的就是编程的创作 沈从文回到北京之后 把他对于人类的爱和祝福 写入了编程之中 爷爷就是这么一个老人 他不思索植物的意义 硬朗而脚踏实地地活着 他对挪颂说 这世界有的是你们小伙子份上的一切 应当好好地干 日头不辜负你们 你们也莫辜负日头 他对翠翠说 要硬扎一点 结实一点 才配活到这块土地上 在这个时候 爷爷的话 不像是一个老船夫能说出的话了 这可以看作是沈从文在说话 在表达对青年和未来的祝福 有的读者认为呢 编程是一个爱情故事 实际上啊 编程寄托了沈从文身后的家国情怀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 正在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编程提记中沈从文说 二十年的内战导致民风败坏 原来的质朴勤俭和平和正直的风气 被穷困和懒惰所代替 想要重塑一个美好的中国 需要艰苦的努力 所以呢 沈从文想通过编程这个故事 用一尘不染的美好人性 给那些关心整个民族命运的人 那些寂寞地从事民族复兴大业的人 在黑暗中点一盏灯 送上一份祝福和鼓励 汪曾奇曾经说 沈从文无论是文学创作 还是文物研究 都浸透了爱国主义的感情 从热爱祖国 关心民族命运这一点上看呢 沈从文从来都是 我心匪实 不可转野 爱国爱民 始终如一 好 编程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 我们明天见